我们接下来呢 看要做什么事情 过氧化体要工作表示要吸收自由基 吸收自由基表示要有自由基产生 还记得吗 我们的自由基是立腺体在进行呼吸作用的时候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要让过氧化体有自由基可以 可以吸收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 让它进行呼吸作用 产生自由基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就在做了 慢慢就吸收这个自由基 我们让它过来 过去这里 完成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